你好,感谢你点开我的视频 好久不见,赶紧和大家汇报一下 8月底我跑去纽约玩了几天 到传说中的林肯中心电影院 看了一场4K修复的蓝 怎么说呢,影迷们肯定懂我的心情 超级满足 9月8日到18日是多伦多一年一度的电影节 这也是疫情之后时隔两年 我终于可以到电影院去刷片了 11天里一共看了37部电影 今天就来跟大家无惧透分享一下 在2022年仅剩的三个月里 颁奖季有哪些电影我会去二刷 同时指着大家一起关注的新片 首先是颁奖季热门 伊尼摄林的《爆桑女妖》 相信看过三块广告牌的同学 都很期待导演马丁·麦克唐纳的新片 杀手没有假期的粉丝们更是兴奋不已 这次伊尼摄林的《爆桑女妖》 由克林法瑞尔和布兰登·格里森 联合主演 就是因为导演想要和这对活宝组合 14年后再度联手 虽然是原班人马 但是故事却是全新的 首先故事的发生地 从布鲁日换到了导演的老家 一个美丽的爱尔兰海滨小岛 25年前 导演马丁·麦克唐纳的第一部戏剧 就在这个小镇的剧院上演 他的父母就住在去往伦都的路上 演员们在拍摄的前几周 就在同一家剧院排练 导演说排练对他来说 就是为了与大家讨论剧本 尤其是讨论对话和电影里的那些停顿 喜欢上手没有假期和三块广告牌的同学 可能不难注意到 马丁·麦克唐纳的剧本里 充满了精彩的对白 在人物的对话中 对话与对话之间 充满了停顿 这些关键性的停顿应该在哪里 以及为什么都至关重要 正是这些戏剧性的瞬间 为他的电影带来了独特的风格 其次 人物关系被完全颠覆 两个人不在饰演杀手兼好友 而是变成了孤岛小镇上的普通村民 整部电影的戏剧冲突 来自布兰登·格里森饰演的Kalm 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甚至不惜借助自残行为 来摆脱这个由克林·法瑞尔饰演的 昔日好友Patrick 电影是关于一场朋友之间的分手大战 更是关于人生宗教与艺术创作的讨论 故事以爱尔兰内战为背景 展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岛屿上 两个虚构人物之间发生的故事 国家的内战与两个朋友之间的冲突 形成了岛外与岛内世界的对照 海浪时而愤怒时而平静 映衬着小镇上人们相互矛盾的心理活动 导演用镜头捕捉了爱尔兰小镇的凄美 更是描绘了人物内心的孤独和绝望 相比导演的前作 七个神经病 杀手没有加七和三块广告牌 伊尼社林的暴桑女妖 去掉了所有的类型片元素 没有杀手 没有枪战 也没有杀人事件 剧情极简到了 只是关于两个朋友之间 相爱相杀的故事 其中有凯瑞·康顿饰演的姐姐 以及巴里基奥恩饰演的警察的儿子 也是影片中非常出彩的两个配角 整部影片呈现了浓重的宗教气氛 和战争背景 在爱尔兰的孤岛上上演了一首 亘古不变的人生悲歌 影片将于10月21日北美上映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斯皮尔伯格的新片 《造梦之家》 首先要说的是 这部电影绝不是导演斯皮尔伯格的隐退之作 这是他在多文多电视节首映后的第一句话 关于父母家庭和成长的故事 在他的心中酝酿已久 直到2020年疫情的到来让他觉得是时候该做点什么了 于是他找来了多年合作的编剧搭档托尼·库什纳 一起撰写了这部《造梦之家》 故事中斯皮尔伯格把自己化名为一个叫Semi的犹太小男孩 家族的姓氏被改为Fableman 片名字Fablemans 也是在强调这个以斯皮尔伯格成长经历为原型的故事 不仅仅是关于他自己的故事 更是关于他的成长环境 这个独一无二的美国犹太家庭 其次来说一下影片的最大惊喜 表演 米歇尔·威廉姆斯在影片中饰演幼年斯皮尔伯格的母亲 是他提议带着年仅四岁左右的斯皮尔伯格去电影院看电影 之后偷来父亲的8毫米摄影机 让斯皮尔伯格进行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创作 母亲对他的支持和鼓励是从始至终的 也是至关重要的 甚至斯皮尔伯格的大部分艺术细胞都来自于钢琴家的母亲 米歇尔·威廉姆斯在影片中唱歌跳舞弹钢琴样样精通 是费勃曼家族里绝对的艺术家和浪漫主义者 与母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鲍罗达诺饰演的父亲 作为一位工程师也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他一路从GE跳槽到IBM 是家里的科学和理性的代表 在斯皮尔伯格的回忆中 父亲总是称他喜欢的电影为爱好 希望他上大学之后可以转向机械制造 做一些像汽车这种实用的东西 而不是痴迷造梦的机器摄影机 影片让我们看到原来著名的斯皮尔伯格 在他的造梦之旅中也受到过阻力 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家庭的变迁 犹太人的身份以及家人的认可 其中最大的家庭变故来自于父母的离婚 母亲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被斯皮尔伯格 用8号米摄影机记录了下来 米歇尔·威廉姆斯实演的母亲 充满了艺术家的魅力 又凝聚着战后美国家庭主妇们特有的忧伤 丈夫一人在外工作 她要抚养四个孩子 母亲牺牲的不仅仅是钢琴家的职业生涯 也逐渐丧失了追求自我的勇气 随之而来的抑郁和痛苦都被斯皮尔伯格看在眼里 米歇尔·威廉姆斯这次演绎的极其动人 她将是今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有力竞争者 而保罗达诺饰演的父亲也非常细腻 作为一名工程师 一方面是个喜欢讲科学道理的呆子 一方面又是一位极其耐心的父亲 最终父亲看到儿子没日没夜的给电影公司写信 看到儿子实在是无法忍受在college念书 才终于松口同意了让斯皮尔伯格辍学 去好莱坞继续发展自己的爱好 在整部以斯皮尔伯格为视角的影片中 有着艺术与科学 感性与理性 犹太人与白人社区的种种对照 社会的冲突 校园的冲突 家庭的冲突 父母的冲突 子女与朋友的冲突等等 都被少年的斯皮尔伯格放到了电影里 我觉得这部电影依旧像斯皮尔伯格以往的创作一样 是一部合家欢电影 尤其是和父母和孩子一起看 导演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 讲述当时社会的局限 家庭的局限 人的局限 以及看法和观点的局限 每个困在其中的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突破口 而斯皮尔伯格的突破口就是拍电影 看到最后 观众们会忠心的为他终于撬开电影之路的大门而激动 在这条造梦之路上的Fablemas 造梦之家的每一个成员 包括斯皮尔伯格的父母姐妹同学 每一个人都对他走上电影之路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这部影片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拿下了今年多伦多国际电影界的人民选择奖 相信在未来颁奖季冲击奥斯卡的路上 造梦之家在最佳女主角 最佳新演员最佳原创剧本上 都将有着不错的提名数量 甚至有着捧回一到两座小金人的潜力 影片将于11月23日北美上映 接下来要推荐的就是悲情三角 作为双金棕榈的成员 卢本·奥斯特伦德这次的新片 悲情三角其实相比方形更加的类型化一点 里面有很多用力过猛的 特别戏剧化的桥段 甚至是极具讽刺性的台词 如果说方形里面还有些端着的感觉 那么悲情三角 我觉得是一次非常放纵 又肆意的创作 这也意味着这部影片非常观众友好 每个人都能对其中的笑话和尴尬场面 做出导演想要的反应 我最喜欢的还是影片的开头 卢本·奥斯特伦德这个导演 对当下艺术和时尚圈的观察 真的是太准了 每次都能令人拍手叫绝的那种 我们其实特别需要反映现实 尤其是反映当下的电影 方形如果是对艺术广告和媒体的讽刺 那么悲情三角一上来 就拿时尚圈当靶子 狠狠地讽刺了一把 这部电影将于10月6日 开始在北美地区上映 我绝对是会和朋友们一起再看一遍 反复欣赏的那种 下面来说一说颁奖机的票房大片 《丽人出鞘2》 这部续作绝对是我在TIFF的媒体场 看的最欢乐的一场电影 时隔两年 没想到导演莱恩·约翰逊 还有这么多存货 探案 解谜 推理 把观众逗得哈哈大笑 拍手称奇 全明星的阵容 加上没几分钟丢一个梗 绝对是你今年花钱买电视票 最不会无聊的139分钟 看过第一部《丽人出鞘》的同学 肯定都知道故事里一定会有一个关键角色 第一部中是由安娜德·安玛斯 饰演的Martha 第二部则是由加纳尔·梦奈饰演的Cassandra Brand 从隐藏人物开始 我就超喜欢加纳尔·梦奈 所以这次看她和丹尼尔克雷格饰演的 《大侦探》联手反击 真的是过足了瘾 影片将于12月23日Netflix上映 圣诞档期就看她了 最后来说几部小众佳片 《永恒的女儿》 纪念品的女导演这次继续围绕母女关系 创作了新片《永恒的女儿》 第二大斯文顿在其中一人分饰两角 女儿和母亲的双重角色 给人一种一体两面的微妙感受 导演在时间的跨越和空间的切割上 进行了精心的设计 从女儿的到来再到离去 她和母亲一起在这个度假庄园度过的所有时光 既有着现实的真实感 又重叠着回忆的幻影 即便感受是真实的 你依然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 整部电影充满了惊悚恐怖片的气氛 但实则是心里惊悚 蒂尔达斯文顿的角色塑造 实在是太丰富了 看着她收拾行李 布置酒店房间 打开笔记本写作 每个场景里的细微动作都引人入胜 一个半小时就像是窥见了 生活中的蒂尔达斯文顿 安静 博学 又充满忧伤 母亲永远是女儿的痛 无论她在事与否 这部由AR4出品的电影 目前还没有定档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先回看导演的前作 纪念品一和二 接下来介绍一部比较特别的作品 E.O 这部电影获得了 今年嘎那电视节主竞赛单元的评审团奖 评价还挺两极的 主要是涉及了环保和人类屠宰动物的问题 作为一部大胆的 以一头驴子为主角的公路片 注定是现实魔幻主义的 由于我正好是在IMAX影厅观看了这部电影 效果实在是太震撼了 里面的配乐加上魔幻的影像 让我多次想在电影院里飙泪 不断的被杰茨·斯克利·莫夫斯基 这位已经84岁的波兰导演的视听语言冲击 感受到久违的观影高潮 太喜欢老爷子的音乐品味了 驴子与马 难民与极端分子 疯狂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我们一直在恐惧中流浪 一步一步走进了屠宰场 影片让我感受到了年轻导演所缺乏的那种挑衅与反叛 如果这部电影将来有资源的话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最后一步我要介绍的是 瓦莱里亚要结婚了 今年我会特别关注一些乌克兰相关的影片 这部由以色列导演指导的影片 讲述了一对乌克兰姐妹 试图嫁到以色列 从而拿到新的国籍和身份 摆脱家乡和战乱的故事 这部影片对有过移民经历的人 尤其是女性来说 里面的姐妹情绝对是最感人的地方 这种像赌博一样 通过花钱把自己嫁出去的方式 可能会遇到好丈夫 但是也有可能会遇到未知的风险 这种完全被动的存在 作为丈夫买来的财产 却是乌克兰女性能够获得新生的机会 姐姐的接受和妹妹的拒绝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切都是真假难分的 只有姐妹情和女性可求独立的欲望 是永不熄灭的 我一直在找今年的6号车厢 这部电影应该就是我今年最喜欢的 小众感人佳作了 希望将来可以出资源 和大家一起二刷 剩下的这些影片实在是介绍不过来了 先罗列在这里 等到陆续可以看了 我们有机会再来详聊 看到这里的都是老朋友 后面我们聊点私人感受 9月8日电视节的第一天 刚看完《悲情三角》 一起看片的朋友打开手机 看到英女王去世的新闻 9月13日电视节的第6天 一早就看到各大去世的消息 今年看到的很多电影里 或多或少都会让人想到安乐死的事情 如果将来有一天 我老到不能来参加电视节了 甚至不能看电影了 那么人生是不是也就接近终点了呢 疫情导致了世界性的行业困境 拍电影越来越难了 好电影越来越少了 我经常在想 我们这么喜欢看电影 看了这么多电影 电影到底带给我们什么 我们选择把一生中 这么多个90分钟 120分钟 花在看电影这件事上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掏空自己 抛开偏见和惯性思维 全身心的沉浸在黑暗里 去观察他者的生活 尝试与他者共情 之后装载着满满的感悟 回到自己的生活 正是因为我们知道 现实生活里充满了愤怒和无奈 我们无法也不能停止思考 每一部电影都在向我们提出问题 等待我们回到生活中去寻找答案 感谢你看到这里 好电影和书一样 值得被反复观看 今年10月份 CC的搬家日又快到了 下期争取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的购物清单 我是小璇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